请教一下韩冰 当这个吴子佳告诉大家 就算是整合成功 这个选战还会是五五波 因为赖清德大家知道吗 民进党有这个执政资源 打选战又很厉害 现在宣传机器都在他们手上 整合成功两边至少实力相当 基本盘回来 但是还差年轻选票跟中间选民 那沈富雄告诉大家 他说权威消息 蓝白是不是合作已经有苗头了 谈到这个事情 绝对不要走漏风声 事实上我也听到了 蓝白事实上是开始谈了 是没有错 但可能会先从立委的方面 开始对接等等 然后游戏规则 除了刚刚跟大家讲的 就是侯友宜 如果就算他自愿当副手的话 还需要经过党中央的同意 他有一定的程序要走 那中选会来讲 我们看到9月19号 到11月2号展开联署 11月14号前会公告 这个联署的结果 门槛是29万份 所以呢 这个郭台铭参选 当然往坏的方向去想 选到底大家洗洗睡 此刻来庆德 已经可以开香槟了 谢谢郭董的香槟 谢谢郭董的高级床垫 所有民党去躺平就好了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往好的方面来想 是不是郭参选可能会加速 何友宜跟柯文哲的合作 或者说今天下午 我听到国民党发言人 在这个马千惠的大爆挂节目里面 他一直抱持一种希望 因为觉得呢 郭台铭下架民进党的心 也很殷切啊 对不对 而且他也变来变去嘛 他很有弹性嘛 然后他也很想这个 再也整合啊 所以会不会到最后一个 因为说实话你联署了 你参选也是可以取消的不是吗 就算是保证金被没收 没关系 对他来养小钱啊 你怎么看待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有可能吗 对 下午民旋在这样讲的时候 我知道这其实是很多人 内心中暗暗的希望 觉得郭董其实是在 在一场大国博弈 在下一场很深的局 就是表面上是好像他硬要参选 实际上他只是要硬逼着你蓝白 非合作不可 然后最后创造一个高峰是吗 对 我觉得 我不觉得郭董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我不认为啦 因为如果郭董真的这么大我无私的话 他可以一开始就说 你们两个现在要不要合 如果不合我就选哦 他可以这样讲嘛 你们合我就不选 你不合我就要参选了 那你们两个要不要合 他可以这样做啊 为什么一直要先前这样子来一个 类参选然后在那边参选来参选去 最后终于宣布呢 那实际上他虽然一直讲说 他要推动在野整合 但那有什么意思 他讲的意思是配合他下面一句 他要变成最大公约数啊 你知道吗 他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你以为 推动在野整合是他的目的 不是成为最大公约数 才是他的目的 只是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 如果再也不整合他出来也是白搭 他也选不上 所以他想要出他既然出来选 他想赢就一定要整合在野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郭董要怎么整合 那是郭董他自己去想 我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整合 我根本不认为 他有能力整合早就整合了 他之前已经撕了两个多月了 所以侯友宜 侯友宜说话讲话非常保守嘛 今天早上被问到的时候就是没有回应啊 后来他有讲这个哦 有没有啊 郭台铭说私底下跟侯可有谈过哦 他说本来约定是不对外说的 那细节要请大家问过 然后他说呢 确实他跟郭台铭有过一个约定 你觉得约定会是什么啊 现在其实包括朱立伦 包括侯友宜 甚至包括国民党那些人都是一副 好像莫测高深这样子 对 就是不愿意始终透露 其实就好像沈大佬讲的嘛 就是好像蓝白啊 然后甚至整个在野联盟之间好像有个合作 但是那个约定会不会是5月17号 郭台铭在脸书上讲的那一套啊 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都说在野要整合 在野就要整合 我也知道在野要整合 最好所有在野的力量全部整合起来 可是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 我今天跟郭总谈了之后 明天算不算数你知道吗 你讲到重点了 对啊 所以你跟他谈了又意义又何在呢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赞成那个纽教授的话 我认为郭董今天的参选 其实是很容易促成蓝白进一步合作 为什么 因为蓝白会感受到压力嘛 那问题是蓝白感受到压力之后 之前也不是没有跟郭台铭接触过 那显然跟他接触不得要领嘛 所以比较容易的方式还是蓝白自己这边先整合 整合完之后再看整个局势如何变化 那甚至我必须这样讲 假设侯科之间真的能够整合出来 不管谁赠谁负那是另外一件事 假设真的能够整合出来的话 那郭总就已经结束了 不就是这样吗 因为他们两个加起来再怎么样也有百分之三十几以上嘛 对 那郭台铭的筹码还剩什么呢 可是即便是这样 这个蓝白整合 然后郭台铭独立参选 这样还是没戏场 这样一样会输 但是问题是如果蓝白整合了 郭台铭还是坚持独立参选的话 那第一个就表示他什么 要在野大联盟什么主流民意大联盟 那根本就骗人了嘛 就是他只是想自己选上 不是真的为了在野 为了要拉下民进党 他的想法英雄不是这样 那如果到最后他还是硬要坚持选到底 那责任抱歉 社会上多数人会认为在他责任 你讲得很好啊 你已经把这一路的结局 预测给大家看 所以假设郭台铭的初选 让这个蓝白危机感加重 加速整合 那整合之后民调升高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逼着郭台铭到最后 把退选放在思考里面 我觉得他必然要去做这样的思考 因为郭董的想法当然比较单纯 就是只要我的民 因为他现在民调10%上下 那他认为说 只要他一旦宣布参选了 那这一阵子 其实包括一堆胜利锅粉都会拱他 所以他可能会冲到20%以上 那就至少是跟郭台铭和侯仪平起平 甚至在某一些地方还超过他们 那他的谈判筹码就大增了 郭董希望演变成这种结局 可是未必会有这种结局 特别是如果蓝白之间能够开始谈的话 蓝白之间如果有某种形式的结盟 那就必然会大于郭董很多 而且不是大一点点绝对大很多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郭董谈判筹码就失去了 就变成郭董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你独立参选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回到你的初衷 要主流民意大联盟 然后要把民意党拉下 那你就自愿来加入这个联盟 这个时候 大家才有新一轮的谈判空间 因为 我必须讲 现在我们不要把他当做政治人物 你就把他回想 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这个生意人是随时会反悔 随时会翻脸 只要你没有正式签约 全部都不算数 你就把他想成这样就好了 所以 我觉得你用这种心态 去对待郭董的话 一切就非常简单 就是实力原则 只要你们能够整合出实力 远大于郭董 让知道郭董无可羽抗 他就会像上次对韩国瑜那样 他就会自己打退堂鼓 但是问题来了 上次郭董打退堂鼓之后发生什么事 他虽然退堂鼓之后 但他很不爽 所以他到处去扶植国民党的敌人 一个一个把国民党立委拉下台 那这次会不会这样做 也不是不可能 我讲实在话不是不可能 因为郭台铭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什么诚信 这个人没有什么原则 这个人唯一的原则就是 林北爱武送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当你面对的对手 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不必对他抱任何希望 就走自己的路 想办法把自己的实力培养 让他不得不对你屈服 这样就够了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校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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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